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发现说怎么看不了了呢 后来原因是因为有大规模的网络的攻击 导致它网络崩溃了 所以后来他们又改成了一种 就是线上语音的这种方式 跟大家一起来直播 那么这场直播在昨天三个小时里 创造了将近10亿的浏览量 成为X史上最大型的集会 同时有超过120万的用户 同时在线收听 所以这个三个小时 就是昨天晚上东部的时间 7点47分到10点47分 在这三个小时里面 关于川普还有Elon Musk对话的帖子 超过7300万的浏览量 同一时期呢 X上面有400多万条 针对此话题的讨论 一共收获了9.98亿次的浏览量 随后呢 11点多 Elon Musk又发布了一条X 在上面说 我们的总讨论量已经超过了10亿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就一起来跟大家回顾一下 这一个创造了X历史上最大流量的访问 内容都有哪一些 真的很强 这么大的浏览量 我们是没办法想象 我们有超过1000 我们就觉得说很棒很棒很棒 是是很棒 不是你要说他是谁 一个川普 一个Elon Musk 这两个光一个人都能带来一大堆的流量 尤其是他们两个 就是吧 这一次叫合体吗 对 而且是川普首次回到X 对 这个是算是一个蛮大的新闻的 因为之前对于川普很多批评 就是他用推特 然后呢 怎样怎样怎样 推特治国 对 然后呢 他之后被推特禁了 然后Elon Musk把推特买下来了之后 换成了X了之后 就是他首次回到了推特这个平台 所以这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事件 在他的竞选团队来讲 还有在他的整个过程当中 对于X这个平台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 我相信Elon Musk 买下X 就是为了要川普回来 我个人认为啦 不然他没有必要要花那个钱 去维护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社交平台 就是他推移自己 就是完全自己创造一个 什么什么什么的 但是推特就是一个已经非常 成熟的平台 对 然后他就可以直接使用 与其他自己做一个 然后还要再吸引人 你看像川普那个true social 基本上true social就是 川普一个人在那边讲话 其他人在上面讲话 不会有人在意 好像用的不多了 我觉得true social是那个时候 因为川普被各个平台给ban了之后 然后我们就赶快说 我们一定要下载true social 然后那个时候还有排队还有什么的 可是现在好像也都没在用了 对 对那我们今天就来回顾一下 说这样一个创造了X历史上最大浏览量的访问 他们的内容都有哪一些 那么第一点呢 肯定就是川普最近遇到这个大事 就是7月13号暗杀的这件事情 那我相信在这样一个事情里面 你不要说川普了 就是我们作为局外人 我们都已经学到了非常多的功课 然后也给很多基督徒带来了非常大的盼望 就是你看神的手就是在那里工作 那我相信呢 体会神的恩典这件事情 我们体会的再多都赶不上当事人体会的更多 所以他讲到这个事情 他说就是通过这个事之后 他对神的认识更加的深刻了 而且是更坚定了他的信仰 他说他本来他就是一个就是believer 他本来他就是信神的 他就是相信神的 但是经过这个事了之后呢 他说他更相信神 而且他了解了更多 他说他当时啊 在那个枪击的现场呢 他讲到的是非法移民的问题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 我跟你讲神真是好 你就是你听到他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见证 就是你知道说 其实神早都知道 然后怎么去安排这些事情 他说他当时 他说回头看那个后面的荧幕嘛 可是他说他一般出去演讲的时候 荧幕都在他左边 这次荧幕是在他右边的 他说这个事是很奇怪的 他说荧幕一般都在他左边 所以他一般回头看 他都是这样往左回头去看 而且呢他说非法移民的问题 他一般都放在最最后讲 他说但是这一次呢 很奇怪就是荧幕在他右边 而且这次是先讲非法移民的问题 对我想这些稿子什么 都是有团队来帮他安排嘛 他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这次荧幕就在右边 而且是先讲非法移民问题 那么他在那一刻 他需要回头是 他要看后面荧幕上的数字 你想如果要是按照平时来讲 就是在左边的话 他就这么一回头 正好就打中了 他必须要往右回头 然后而且就是在那一个moment 就是在那一个时刻 就是那样一回头 就没事了 对 那么他就在这个访谈里面讲到好 他就说 如果你现在在听这个 然后你还不认识神的话 你要好好思想这件事情 直接对伊昂马斯克讲的意思 我感觉 不是我觉得他 他用这种方式传福音 对啊 他用这种方式传福音 他说 这除了神谁还能做 这不就是奇迹吗 他说 你如果还不认神 你要好好思想这件事 他说这个 是神的奇迹 Miracle and so it hit it hit me at an angle that was far less destructive than any other angle so that was the miracle that was for those people that don't believe in God I think we got to all start thinking about that you have to you know I'm a believer now I'm more of a believer I think and a lot of people have said that to me a lot of great people have said that to me actually well and I mean speaking of the sort of slide that got you to turn that saved your life really was the illegal immigration slide you're right illegal immigration saved my life you're right but it had to be at that exact angle I mean that's that's a great one saved by illegal immigration you know the the incredible thing though when you talk about the odds you had to be exactly at that angle but but the incredible thing is that the chart I used it less than 20% of the time it was just a moment it's always on my left never my right and it's always at the end of the speech so here we have it it's on the right not the left it's at the beginning not the end but I looked to the right and and the bullet and the bullet came whizzing by hitting my ear so it was amazing but when you think of the odds of that and you know that that normally you wouldn't use it normally I wouldn't have the thing and then you know it would have been a very different story it's it's very much I I say an act of God it's a miracle that it happened and I'm honored by it I'm honored by it 好 如果有視頻 他就更帥了 他就可以直接跟 Elon Musk 這樣說 你看我這個 這個耳朵上面 這個洞 這就是神機 我想說 他們兩個應該是在現場 但是是因為 就是 被殺當的緣故 就是有駭客攻擊 所以 他們到最後 只是變成這樣 語音的訪問 那我是很希望 能夠看到他的臉 去講這個東西 不過很遺憾 這也沒什麼遺憾了 我想說就是在 一個流量這麼大的時候 就是突破了 X平台的時候 然後 川普在上面 傳福音 講見證 講神在他身上的 神機騎士 我覺得 呀 我覺得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打破 就是很多人說 川普是第一基督的 這件事情吧 對啊 就跟雷根那個時候 被打了之後一樣 對 雷根那時候被打了之後 他整個人生就改變了 嗯 就是那只差 也是只差了幾個inch 他就是會 內出鞋 然後呢 就會死掉 而且他已經這麼老了 嗯 所以說 呃 那時候對雷根來講 也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反轉 對 然後他 呃也是在那個時候 變成了一個 更好的一個基督徒 我相信川普一定也是這個樣子 對 而且你想 我也想好像在我們 個人的經歷裡面 每次遇到反轉的時候 都是因為有一個難處 對 但是我從來沒看到過 像川普這樣 就是這麼危險的情況 所以你很難想像 就是這樣一個事情 在他生命裡面 到底產生一個多大的反轉 對 对吧 很多時候我們那個 產生反轉 呃 遇到一點小難處 什麼車壞啦 呃什麼什麼哈 就是或者是什麼什麼 類似于這種事情 或者是什麼感情破裂 等等等等 就是類似于這種事情 其實都在我們裡面 生出來一個巨大的盼望 嗯 因為這種 比較小的難處啦 就跟這個槍擊來比 當然很小 因為這種事情 都能生出一個巨大的盼望 所以你很難想像說 經過這個事情之後 川普被反轉的是有多大 要呃 軍隊裡面有一個說法 就是 There's no atheist out of foxhole 你從那個裡面出來之後 嗯 不可能是個無神論者 對 外面泡在打的時候 不管你是多無神論 就說你都在禱告 哈哈哈 對你都會 Gold 拜託不要打到火 你bior 我擁住你這個時候 infant 你都會禱告 對 你都會禱告說拜託不要打到火 對然後這個時候你再不信上帝 所以我相信川普本来他就是一个believer 在这个之后他就会有一个更大的反转 那除了这点之后 他还讲到了经济跟通货膨胀的问题 川普在这个里面讲到 他说这个经济还有通货膨胀问题 他说这两个问题是选民在选举之前 最关心的两个问题 你说实话 你说有很多什么意识形态 什么孩子在学校里弄什么什么什么 其实老百姓看了半天好像还是在看钱 就说哎呀 我没有办法把孩子在家教育的原因 是因为钱不够 那当然这是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在面对这个问题 然后你也知道说现在经济真的太糟糕了 就是你没有办法负担得了 哪怕有的人他有心想要说做在家教育 你没办法呀 你家里就没有办法说只有一个人出去工作 你还能养家糊口 房租房租交不上水电水电交不上怎么办 这个都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他在这里讲到更现实的问题 他说这选举快到了 人们最关心的就是经济问题 你最直接就是经济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你每天去趟超市 你花了多少钱 老百姓心里都清清楚楚 卡马尔哈尔斯跟拜登或许不知道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去超市 他们只要讲什么 随便跟哎我要一个什么什么 你去帮我把什么搞定 都有人帮他们搞定 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在乎说什么 卖多少钱 你问他们橡皮泥卖多少钱 你问他大蒜多少钱一捆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不做饭不买菜 但是老百姓最知道 他说老百姓根本就买不起 日常所需的食品 还有这些日常的用品 因为没有钱 通货膨胀把老百姓搞得太惨了 这食品的价格涨了50% 60% 甚至有的涨到了100% 他说拜登跟哈里斯 这么愚蠢的政府 居然让这种情况发生 真是太丢人了 所以他说这个是老百姓非常关心的事情 这种情况发生了 they don't have enough money to buy groceries the inflation has killed them food prices are up 50 60 even 100% in some cases and this stupid administration allowed this to happen and it's a shame and that's the thing that people most care about in my opinion they care about the border a lot and we discuss the border at great length it's nice to have a forum like this where I can discuss something at length and by the way you think Biden could do this interview do you think that Kamala could do this interview they would take a pass on you they don't need Elon they don't need Elon screaming out questions it's pretty sad when you think that somebody that does this for a living can't answer a question or is afraid to do an interview and in her case with a very friendly interview she's got all friendly interviewers it's pretty sad but the big thing now is the economy Elon and as much as I mean I viewed nuclear as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thing but a lot a lot of people don't understand that but it doesn't have to if I understand that that's all you need because if I was president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hat kind of a problem but the thing that they really is making them angry is what Kamala and Biden have allowed to happen to the economy it's a disaster with inflation it's a disaster with inflation Kamala Harris you can't go to Kamala Harris the video I'm going to save the economy I know the way I know how to get ill the economy 是谁 他就放假了 对 现在执政的人 其实就是Kamala Harris 那你 现在的职位是副总统 那你为什么不现在去做 你怎么跟川普 问了一模一样的问题呢 是吗 你怎么问了跟川普 一模一样的问题呢 大家正常人 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天天跟他嘴上说 是不是 你说 我要修复经济 川普讲这个话 的时候是讲到边境危机 他说我那个 我们要那个很strong 对那个 川普 你整啊 对 你咋不整呢 你现在你光在这说 你嘴巴挺凉快啊 你咋不整呢 不是你别说呀 你要整你现在就整嘛 他说我这一咔咔 一上去咔嚓 我就给他关了 对 你在说 我们要这个 我们要 你要你整吧 对 别跟他说没有用的 你现在是执政者 你为什么要有一个 在野党的一个方式 去竞选 就莫名其妙 Just do it My keys 对 而且你想 你就直接做了 你马上你就拍 是不是 立竿见影 对 所有的记者 不管左拍右拍 马上全部 我拉大车 我给你们拉到边境去 你们去看 我马上给你 呱呱 财政报告出来 我们省了多少钱 你最好的竞选广告 就是这个 对 就是你的政绩 对 你说川普在那说 他都想干的 你让他干嘛 是不是 你都把权力给他 你让他干 人家只能说 但是当然了 大家都相信川普 因为川普之前做了 他现在上来还会做 对不对 还会这么做 大家知道说 他做过这个事 他还会做 你从来没做过这个事 你在那 你只是在那一张嘴 你就在那说 而且川普说了 说 卡玛拉哈尔斯 宣布了竞选之后 为啥不敢接受 这样的访问呢 他出来接受访问嘛 我们来谈嘛 你经济问题你谈嘛 通货膨胀你谈嘛 非法移民你谈嘛 他说卡玛拉哈尔斯 还有拜登 他们根本就不敢 接受这样的访问 因为他们做真的是太烂了 你没法说 你没法说 对不对 你要怎么说 你回答啥问题 你回答问题都还得先 那什么 你就让人想到习近平 人家出去访问他 这稿上没写呀 对 你回答不出来嘛 而且我必须说 左派的政治人物 还有他们的 我们现在的主流媒体 他们 就算接受访问的问题 也都是那种很弱智的问题 他们就是安排好的电视台 安排好的主持人 讲一些有的没的 是不是敬给你打煽情牌 我儿子咋咋地了 谁谁咋地 就敬讲那些个有的没的 跟美国老百姓基本上没啥关系的事 对我听过最蠢的 很多人说什么 哦为什么你不喜欢哲联斯基 哦 我听过最蠢的就是 对他的访问 就是他们在那边打仗 乌克兰人正在死 然后呢 那个 CNN还是MSNBC的记者 去那个里面就说 哦 你这么伟大的一个人 你这样子日理万机的一个人 你都是用什么方式 relax 你relax的时候听什么音乐 然后他就在那边 哦 just like you listen to rock and roll 我就在那边 你的人民现在在 你的军队现在在前线死 然后呢 你去 你再回答这种问题 所以说 主流媒体对于左派 是非常非常宽容的 就算他们接受访问 他们问到的也是这样子的问题 你让我想到 摩西 就是他一举起来 然后以色列人民就赢 然后他一放下来 然后以色列人民就输 其实这个是圣经里面 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一个领导者 应该有的一个形象 你在这 你在这举着 那他撑不住了 你还得举着 为什么 因为我放下来 我人民就会死 可是你看拜登的确没有在执政 对不对 他现在是就彻底放假了 当然了 我也觉得他老年时代 到这样的程度 不要拥戴老人 他的确是应该放假 可是问题就是说 他们不是偷走了吗 他要是不偷 现在川普在这 也没这么多事 可是 你看到他 卡玛尔特尔斯 还有你刚才讲的泽连斯基 我并不觉得 说他们这些人 应该要有任何relax的时间 就你到底在发生什么 你是现在天下太平 啥事没有 我选你 我选你干嘛 我选你让你上去relax 你当然可以有relax的时间 但是就像你讲的 就这种串通好的访问 你把他当成一个明星一样的访问 他不是明星 他是总统 你国家打仗 你是明星 你就说 我工作很忙 然后怎么relax 我就是做我的指甲 然后我抱我的小狗 然后我怎么怎么样 然后就 那是明星的方法 你不要用同样的问题去问总统 因为太傻了 他们赚的不是一样的钱 然后他们身上的责任是不一样的 还有接下来一点呢 就是他讲到非法移民 他们在这样一个访问里头 花了很多的时间 讨讨论非法移民的危机 川普就说 说卡玛拉哈里斯 他说了 他说他在边境问题上太强硬 他还call卡玛拉哈里斯说话 他说 他说我们会在边境问题上强硬 他说他根本就不用 他在嘴上说 他现在马上就可以关闭边境 他现在就可以采取行动 他为啥不呢 这真的是太奇怪了 有人还要投他的票吗 我知道有很多人 那个说支持消灭犯罪 就是我们现在社区里面太不安全了 大家都在犯罪 完了这些人还去投民主党 一样的矛盾 你看到他们没有在做任何的事情 你看到说 边境非法移民有多大的危机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你进来找到毒品 然后那个非法枪制 然后人口贩卖 然后等等等等的 还有那种什么大会 那个什么委内瑞拉 把一大堆的监狱的犯人 全部都送到美国来 然后你就让他们进来 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有多危险 然后你也知道说 边境应该马上去关闭 但是你去投给民主党 你就投给这样的人 就是一个可以马上关闭 但他不做 然后他只是在嘴巴上说的 这样的人吗 你觉得这个是对 对你自己的家庭负责人吗 而且我知道有 我们有很多的华人 觉得说非法移民是好的 然后他们觉得说 这个样子表示说 他们很包容 很接纳 很多元 然后我们接受 所有不同的国籍 这些穷苦国家 来到美国 但是我说真的 他们来到美国之后 他们的生活有变比较好吗 他们还是住 一个非常糟糕的地方 他们的居住环境 是非常非常差的 他们的生活 不是并没有比 在他们原本的国家好 而且他们还不能正常找工作 美国的法律还不保护他们 各式各样的东西 其实是我们在打压他们的 但是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 我们说 你如果说没有办法正常的来美国的话 没有办法通过合法程序来美国的话 你就不要来 你就在那个地方待着 这样子对你来讲 还是一个比较有尊严的一个生活 这样子不行 这个就是他们 Kamala Harris 还有整个拜登的政府 一直在提倡的东西 就是我们是好人 所以说他们无条件来 这样就表示我们在做好事 好事不是这个样子做的 而且当你用别人的钱去做好事 例如像说纳税人的钱去做好事 像我 我如果花Felicia的钱去做好事的话 我随便花 对不对 反正下个月付出房贷的又不是他 你花吧 你花200块钱 那卡就给你冻结了 总之就是我们一般的人是有责任的 但是政府他们如果没有责任的话 对你没有负责任的话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边境问题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我记得雷根总统有说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他就说 Are you better off four years ago? 他选举的时候 各位可以想想看这个问题 Are you better off four years ago? 你四年前过得比现在好吗? 嗯 如果是是的话 那就表示 你过去这四年的总统 还有领导人 带领这个国家的人 是错误的方向 对 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知道的 有没有看过这么糟糕的非法移民 的这个状态 有没有看到这么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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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纽约那个地方 大摇大摆的在Time Square上面 卖假护照 卖假绿卡 对 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如果说没有之前没有的话 那你现在就是应该换人选 对而且还有那个设安号 而且他们卖的呢 其实也不是假的 是他们斗用别人的 对 像说各位你的 Felicia的 我的 可别斗用我的 我害怕 对 但是就是他们给当事人 就是给正常的美国公民 带来了非常大的困扰 嗯 这很很麻烦的 这都没有 他那个号震动是真的 然后他就是只不过是套用了别人的东西而已 是这样 就是你那个 你突然有一天 A Credit Score往下掉 对啊 为什么 因为你买车没付钱 你男的哪里买车 对 然后一查说 怎么在一个大老远的地方 买车 嗯 那还有呢 接下来一点 他们讨论到能源的问题 能源的这个事 就是川普抨击拜登的这个事 我记得是太清楚了 就是在能源政策方面 川普抨击拜登取消了Keystone Pipeline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记得这个事记得非常清楚 就是拜登上任的第一天 他签了行政命令 就是要马上停止Keystone Pipeline 马上停止这件事 然后我当天就看到 马上新闻出来 一万多个人失去工作 Keystone Pipeline在那边 然后结果马上油价 砰一下就上来了 就从那天开始 油价就没下来过 你记得那个时候 油价最夸张的有多少吗 什么 你还有看过那种图片 什么油价9块多的 然后10块的 然后8块多的 7块多的 6块多的 我加过6块多的油 我也加过 我也是 对 就是非常非常的夸张 所以那个时候 民主党一直在狡辩 就是 Keystone Pipeline关了 没什么 就是说不会影响到我们什么 然后那个时候 拜登还release了 就是把那个战略时候 储备的用油 然后给放出来 给大家用 然后我想说 你们到底在干嘛呀 对 我想就是你让我去 我也不会管成你这样吧 就是我也不会做 这么愚蠢的命令 然后当时一群工人 在边境 他们在做 Keystone Pipeline那些工人 一万多个 马上失业 那些工人在那边哭 说你要我们去哪里 因为他们本来在那里 工作很辛苦 但是薪资很好 薪资待遇很好 他们其实都在那里 干得很高兴 因为虽然工作很辛苦 但是赚到的钱是不错的 回报很好 他们都很高兴 拜登大比一回 一万多个人马上就没有 然后当时 民主党政府给出的 这个解释是说 没关系 说这些人 他不是失业了吗 没事 我们让他们再就业 说怎么再就业呢 我们教他们电脑 让他们去从事 那个高科技方面的工作 你们可以去 卖太阳能板呢 没有 他说要把他们 要教他们电脑 给他们培养技术 这帮人就说了 我要能学会电脑 我上这儿来打工 对反正就是我对 拜登签署这个行政命令 印象就特别深刻 因为之后影响到了 我们过去的这个四年 所有的你一些开车 你的出行 你可以算一算了 算一笔账 如果你要有留着这些receipt 你可以把你的银行打开 就过去四年 你加的油 比之前贵了多少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夸张的事情 所以川普就说 美国必须要降低 能源还有天然气的价格 我知道有很多观众 会对于keystone pipeline 这个东西 是有另外一个看法 就是说 因为keystone pipeline 你这几年是建不好的 你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所以拜登说cancel掉 他们的说法会是会说 哦 他本来就还没好啊 到现在也不会好啊 你觉得这个油价 会有什么变动啊 但是各位不知道的就是 当我们政府在 促进keystone pipeline的时候 在建立keystone pipeline的时候 是有大多的 很多的石油公司 会去投资在天然气 还有石油产业的 是会有很多的资金 资源去做这个样子的事情的 他会去加拿大建很多的油田 在美国这边建很多的油田 会去很多地方去开采 这个样子就会让油价往下掉 不是说 只因为这条keystone pipeline 还没好 所以就不会影响石油价格 其实最主要原因是这个样子 等到keystone pipeline一好了之后 原油的价格就会更往下掉 这个是一直以来川普的一个方向 但是拜登就是当天一上任刷一下 一万个人没工作 然后油价往上高 住其他州的人可能比较不了解 我们住加州 我们的油价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极度极度的可怕 有一阵子我们全部都想说 我们要不要再加上班 你还记不记得 对 因为真的加不及油 太贵了 你加了油了之后 你周末你不用吃饭 你连续几个周末不用吃饭 然后呢 你就是真的就是没钱 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可怕 对对对我也没想过 我想说油价会涨到多 我没想到一下会涨到那么高 吓死我了 对然后各位可以想 以前呢 我记得我刚来美国 然后呢到美国来几年的之后 就说哎呀这个油价怎么 两块多哎 好可怕哦 现在六块多七块 那啥时候看的两块多 因为我来美国的时候也两块多 是哦 那可能就是你来美国的时候 但是呢 我觉得呢 就是Elon Musk 他自己就是做电车的嘛 他自己就做新能源的 我觉得他在这个议题上面 没有变阻啊 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事情 因为这影响到他的生意嘛 对对不对 他大可以说 他说啊 我们为了环境保护 我们为了什么什么 怎么怎么样 就大家都开电车 都买我的特斯拉 什么什么 这太正常了 如果他要是说这种话的话 因为他就是老板 他就是为了自己多赚钱 他就是做这个 可是没有啊 那个川普的对Elon Musk 说说哎 你们这个汽车呀 非常好的产品 不用什么汽油 挺好的 他说但是我必须 诚实的告诉你 这并不代表说 每个人都必须要开电动车 也就是说 你可以省产这样的产品 对不对 大家喜欢电车 你就开电车 你喜欢油车 你可以有选择油车的权利 你做的好 不代表说 每个人必须要 强制的被政府要求 或者强制的被 这个物价金钱 要求说 每个人都必须开电车 就是电车成为你生活中 唯一的一个选择 没有 马斯克同意 他说他说 他说不应该 强迫每一个人都开电车 而且他表示他不同意 他不同意左派 诋毁石油 还有天然气的这样一个行业 而且你看到石油 他们就是不想让你用石油 对不对 然后他就说 怎么怎么样 这样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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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 给你搞出一大堆的东西 他不想让人用天然气来 你做饭的那个炉灶啊 你那个打的那个火 他也不想让你用 去年的时候 还是前年的时候 就看到新闻 洛杉矶说要停 就是你不可以用明火炒菜了 他说这个天然气不好嘛 我们要环保 我们把这个所有东西 变成像电磁炉一样的那个东西 那中餐馆的大厨出来就解说 我们这玩意叫猛火快炒 他说你那个 他妈啦 他说我们这个火 呱这么起来 我们还得颠勺呢 有那菜你知道吧 他就是油下去了 把你那个扔 颠几个个就出来嘛 他说我们中餐就是这种 你给我搞一个电磁炉的东西 你全程炖菜了 所有美国人必须吃东北菜 不管啥玩 就是咔咔一顿顿 他说不行 我们餐馆都不行啊 你不光华人餐馆 很多别的餐馆也都不同意的 所以他们现在一步一步的逼近你 就是哎呀那个用石油不好 你看用天然气不好 你们全部都用那个电磁炉吧 等等等等东西 所以他们左派是非常极端的 在这样一个方面 他不能说 你用什么方法去做你的食物 他不同意 你用什么方法 你选择要出行 送孩子去学校 你要去上班 他们也不同意 他们只允许你用一种 就是他们同意的方法 你必须要开电车 你必须要用电来做饭 其他的都不行 然后加州刚好又缺电 这太莫名其妙了 而且电费特别贵 对他电费又特别贵的情况下 然后呢 他还逼着你费的用电 对 完了电呢还有断的风险 对 对他还帮你停电 对他还断电 我还说什么 我们轮流停电 OK 我们今天这个礼拜 这个区停电 下礼拜这个区停电 我们就是拉紧裤腰包 然后这个 这怎么那么像 什么60年代的共产党 天中的拉紧裤腰带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么奇怪的事情 现在在这个地方发生 真的是 我们请你来去 管我们的能源 不是来管我们怎么使用的 是你要去创造更多能源的才对 而且我们也不想让他们管能源 对 就你们管能源干什么 对 是不是 他这样你说他轮流停电 那意思就是 就是你知道就相当于啥吗 今天你吃饭 明天我吃 今天你出门 明天我再出 对你没电了啥也干不了了 你去看看 Gavin Newsom家什么时候停过电 什么时候轮到大家 你就这么说 Gavin Newsom所有拥有的产业 他们家巨大无比的大豪宅 可能五六七八九十个 哪个停过电 哪个不是灯火通明 人在家里还能像我们似的 哎呀我不在这屋待着 我赶快把这灯给关了 我把那个叉角给拔了 他不会考虑到这些事情 这就是像那个COVID那时候的 Essential Business 必要产业 必要产业 那个什么脱衣舞厅 对 教会关着 对说啥是那个必要 对可能对他来说必要嘛 那个地方他去教会他不去 所以对他来讲他不必要 还有一点挺有意思 这个伊朗马克呢 毛随自荐 他就说现在政府 收来这个纳税人的钱 随便乱用 而且你根本没有办法监管 他说呢 好我们最好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 哎 川普政府最好能够 确保纳税人的钱 得到有效的使用 说如果呢 要是能成立一个效率委员会 来监督这个事情 确保纳税人的血汗钱 用在正确的地方 那就太好了 然后川普就回答说 我很高兴 I mean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to just have a government efficiency commission that takes a look at these things and just ensures that the taxpayer money the taxpayer's hard-earned money is spent in a good way and I'd be happy to help out on such a commission I'd love it 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因为 美国政府花钱是乱花的 我这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事情 就是他们就是有一个budget 他们就是一定要把它花光 然后如果花超过的话 他们明年就可以申请更多的budget 对 这个事儿太奇怪了 对 因为你花越多的钱 然后你就越可以申请 你不能花不完啊 我今天给你30亿 你必须得花完 你花不完 人家上头就想了 给多了 你用不了那些 你花不了你也得花 给你31 你得花到35 花到35 完了说来 我们员工现在啥不干了 每个人就是写申请报告 申请报告一遍一遍审批 完了地上去 啥意思 就说你给30 31 给少了 你看看 求你睁开眼 看我多可怜 是不是 你看我们这个要花钱 那个要花钱 写一大堆 报表花往上一上 你看说 哎呦 哎呀你看是吧 你个人干这么多事 这钱特意不 来明年财政预算重新做 给他们再多拨一点 这个事多奇怪 对 太奇怪了 你一般花多了 大家都说 哎呀 你这预算方面做的有毛病 怎么花多了呢 那我们明年少花一点 不是 他们必须要多花 然后为了要拿到更多的钱 这不只是在政府里面 这很多大公司也有 但是大公司就是有愿意 这个样子去浪费钱 我有一个朋友 他在PandaExpress工作 是朋友吗 不是 是亲切吧 对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他们的这个运作模式 就是他们几乎 呃每个礼拜 可以去外面外食两次 然后全部都是公司请 蛤? 对 怎么还有这样的福利了? 对 就是他们就是说 要把这个budget花完 budget不花完的话 就会被减budget 因为他感觉你花不了 对对对对 你们吃太多了 反正没有一个部门的这个组长 是在为着公司想 他们只是想要 对你说的对 他们只是想要有更多的钱 更多的经费 然后好像他自己掌控更多的东西 可以hire更多的人 这个样子 对其实在每一个公司的 就是小头头啊 都是这个样子 很多事老板是不知道的 在上面老板是不知道 很多小头都是在那 那个什么什么 比如说他会告诉他说 那个歇会儿不用干活了 我们就是让外面来回走的人 只要看到你手里有东西就好 你就在这摆着 你在这坐着就行 我们就坐着聊天 或者什么什么的 老板告诉他说不让干啥 他说不用听老板的 我们就就是 他们会去做这种事情 然后为了得到人对他们的支持吧 就是你看我对你们多好 老板对你们很糟糕 但是都是我在维护你们 我对你们很好 你看什么时候没有了 哎呀我去申请什么 来了个什么东西 那都是我跟老板说的 我为你们申请来的 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就跟那个 我们这边那个国会议员啊 还有这个东西一样 每次说什么 哦 Nancy Pelosi 给了这个 他们San Francisco 这边的地方 多少多少钱 哦谁谁谁 Mike Phong Linda Sanchez 对对对 Linda Sanchez Mike Phong 然后申请了多少钱 那其实都是我们的纳税金 因为他们要来钱了 这个钱没有在做好的事情 他们只是为了说做一个面子嘛 你看你看那个 哎呀我给你们要来钱了 你看你拿去花 为了什么 为了得到这个组织的支持嘛 为了买选票嘛 对不对 为了说哎 你看那个我这么好 人家出去说 Linda Sanchez 给谁谁谁 多少钱 说哎呀真好啊 你看我们在在斗内给他 然后我们在那个钱 再给他回去 然后我们在支持他 怎么着 就是这样的 一切都是就是什么 为了一个面子呀 为了他自己的一个利益呀 为了一个 都是搞这种事情 对 所以你说现在 真的知道说 美国人纳这么多的税 然后这些钱到底去哪里吗 你查查查 查都查不完 我跟你讲 这里面乱七八糟的事情 都在这里 所以你说 有监管好不好 好 但是其实我更希望的是 他虚弱一些政府的部门 把那些给拿掉 我觉得那个是比较重要 现在有太多衍生出来的 就是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的 那些政府的工作人员 在那里工作 然后这些职位 本来也是不需要的 这都是为了他们 为了扩大 为了扩大而扩大 所以搞出了一些乱七八糟 没有用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如果说 川普真的成立 这个效率委员会 一个是钱的方面 必须要查清楚 除了这个 没有用的那些 全部砍掉 而且监督委员会 这种东西 通常都是最腐败的 对 所以就是说 这个也是我想到的一言 就是说 他必须要保证 这个部门里面 或者是他们这个委员会里面 必须有 你说你要AI弄吗 因为AI你也不吃饭 也不那个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其实不是很知道 如果成立这样的委员会 要怎么保证它 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 但是就像你说的 这个东西一旦成立了之后 它搞不好 它就变成了一个最腐败的东西 对 对 但是 I don't know 人的社会 就是不可能完美 对 或许是他一刚开始运作的很好 都没有问题 然后之后可能腐败腐败 I don't know 都不知道 但是这个是 他们在里面谈的 我也看到说川普对伊朗 马斯克是很信任的 伊朗马斯克提出这个 然后川普就说 挺好啊 我挺高兴的 对 所以呢 以上的这些呢 就是他们在这一次 主要谈到的几个方面 那我觉得说 让我感到很高兴 也很欣慰的 就是伊朗马斯克 他愿意这么公开的去支持川普 然后他愿意让人 好好地去思考一下 这方面的行为 我在很多中国的平台上面看到 就是大家对于伊朗马斯克 就是这个人 大家对他有很多的迷思 就是因为他老婆有很多 然后孩子有很多 然后他又特别有钱 然后又坐火箭 又坐车 然后他的车界 我一出来 外面的造型又特别不一样 然后中间大一幕 他做了很多改革 然后很多创新 大家都感觉说 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聪明 然后极其天才的人 但是很多人搞不清楚 你知道什么吗 因为很多中国人 对川普的印象非常差 他们就说 这么聪明的一个人 怎么会去支持川普呢 我想说这个东西 会反转人的一些思维 就是当人们看到说 伊朗马斯克和川普在一起的时候 很多讨厌川普的人 会重新去思考 就是为什么 你说伊朗马斯克 他不够聪明吗 他被骗了吗 不会啊 你能找到几个 比他更聪明的人 你能找到几个 他把企业运营的这么好 他有这么多 很突破的那种思维 然后那种创新 好几个企业 对 然后那种创新 那种创造力 他去做这些东西 他是很聪明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是可以让人思考 就是为什么 他会如此的支持川普 为什么他会如此的挺川普 这就好像川普 让大家想想 就是说 枪击过来的时候 为什么我现在还在这里 为什么我在活着 如果你不认识上帝 那你要好好思考这个事情 你好好要去认识他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 也差不多是类似了 就是说 如果你不明白 为什么伊朗马斯克 要去支持川普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好好去看看川普真的是媒体上说的 或者是大家口里说的是那么邪恶 那么坏 那么极端的人吗 或者是那么法西斯的人吗 如果要是的话 伊朗马斯克这么聪明的人会去支持他吗 我想这样都是让人去思考了 一个是思考 就是说在政府的层面 就说川普真的是坏人吗 那么川普那个见证 让人去思考 就说 真的有什么 真的有上帝吗 还是说 真的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吗 是不是有一个higher power 在帮助川普 在帮助美国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神 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保护 我们都要去强行他的 我觉得这些事情的产生 都是让人去思考的一种方式 而且我觉得 伊朗马斯克访问川普这个东西 真的是让人 很少有这么大的一个平台 可以花这么长的时间 来去访问一个人 而且你想 这是大家都想看 你看那个浏览量突破的 对对对对 而且是大家知道说 OK 这两个人都是很理性思考的一个人 然后伊朗马斯 大家都知道他在干什么 每一个人都知道 就是OK 那种电车啊 然后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 大家都 他是公认的聪明 对 然后 很多的基督徒说什么 你看他穿的衣服 他是什么敌基督的那个东西 上面那个 我是想说了 很多世界上的人 如果他没认识神 他真的不知道 我想川普这个事情 跟他面对面谈了之后 我希望啊 他可以信主啊 我希望他可以变成非常棒的基督徒啊 嗯 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那川普就这么面对面 给他讲见证 我想川普这个事之后 很多牧师什么什么都出来 川普也说了 说好多人也来找我 很多人就跟他讲说 这就是神迹啊什么 我想那个 我想川普的那个视频 搞不好川普他自己也看过 嗯 他 那视频讲真的是很棒 对 你知道吗 这个都会让他更多的认识 更多了解 更多的深刻 那你说在这种时候产生的时候 伊朗马斯克 他全部都看到 嗯 你说他会不会 圣灵哪一天 就哗 就一触碰他 他就那个 呀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说 特别轻易的去 敌基督还没出来的时候 就乱猜测 你结果你搞了半年 把自己的队友也说成了敌基督 嗯 那你说有没有这样一个可能性 就是不要完全百分之百 相信任何人 当然要了 我们当然要有这样一个理性 就是说我们不能百分之百 完全相信任何人 就是一个人他说什么就好 他说什么就对 那这个人代替了神的位置 这是不应该的事情 只有神说的是百分之百 对百分之百好 但是我们也不要盲目的猜测 或者是恶意的去揣测一个人 或许你误会他了呢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可能 嗯 总之我觉得 最主要就是不要轻敌 因为民主党一定会作弊 这个是必然的事情 我们是百分之一百 知道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然后作弊到什么程度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翻转这个东西 然后川普跟这个Elon Musk 很明显是全世界的人都在看这个节目 十亿人 美国没有十亿人 中国有十亿人 但是不是人人都能翻墙 对 所以说全世界都在看这个 全世界都想要知道 这两个人接下来会做什么 但是民主党会不会怎样 我敢保证暗杀川普的事情 还会发生 川普前几天的那个什么飞机的那个事件 突然要紧急降落那些东西 大家说是什么 这个hydraulic坏掉还是什么的 I don't think so 我觉得应该是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反正有太多的事情 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不能确定 我们不管怎么样 我们不能靠川普或是Elon Musk 一个人翻转这个国家 不管他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每一个美国人 都要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要去 完成神给我们的命定 我们都要去川普赢 我们都要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 这样才是最好翻 这样才是唯一翻转我们国家的方式 不然如果说我们全部都靠 在上掌权的靠川普靠Elon Musk 我们的小孩变成左派的话 就算这是川普当选了 就算这个叫什么 这个Elon Musk 真的是弄了一个这个监管委员会 然后这个政府都不再腐败了 这下次等到我们孩子投票的时候 万一投给左派的话 还是会往这个方向走 所以说我们 然后如果要是等我们这代人都死了呢 嗯 之后的人呢越来越左呢 那怎么办呢 所以呢在大选的时候呢 基督徒要做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 然后也要让身边的人知道 什么是正确的事情 然后同时呢也要传福音 Battle belongs to God 祷告 为川普祷告 然后为大选祷告 因为敌人有什么样的招数 我们不知道 但是神知道 所以我们要很迫切的祷告 然后我们的脚域要走出去 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昨天晚上那个线上的这样的讨论 你有没有当时在看 十亿人里面 你是不是就其中一个 当时有什么感觉 或者你看完我们今天的这个报道之后 你有什么感受 都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藤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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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